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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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請看結論 結論就是在講這個 下面這個表格 這表格說 如果我們今天發現 我們看到哪三個線索 我們就可以以標準式來呈現 就剛才寫的那三個 第一個我知道方向 頂點還有焦距 所以標準式它就會出現 好這兩個就是標準式 好那這我就不多講 那後面只是在介紹 這樣一個行為而已 好那 我們透過C的正負荷 來決定開口的方向 那我們讓C是正的時候 開口向右 C是正的時候開口向上 那你的上還是下 左還是右 基本上是由 你是Y平方還是X平方來學聽 OK 所以你什麼平方好 如果真的你不太會計的話 那我就教你一個計法 因為你國中在背的拋物線 就是X平方對不對 那國中是上下 所以你只要看到 S有平方的就是上下 那相對來講 Y有平方的就是左右 OK這樣可以嗎 好那C的正負荷就是這樣判斷 OK 好那但是國中還有一個習慣 應該說國中根本沒有判法 看到標準式 因為國中不教你準焦特性 準線跟焦點的特性 所以國中基本上 他只寫到這裡 他寫的是二次函數特性 他喜歡看到Y等於S平方加PS加7 因為FS Y等於FS 所以他喜歡看到函數關係 所以他喜歡寫成這樣 好那寫成這樣的時候 我們給他一個名稱 叫做一般式 這樣一般式 這樣看得懂啊 好 那這樣一般式 好那這個時候我們就問題來了 老師那什麼時候我會用到標準式 什麼時候會用到一般式 一般式 所以我們現在看得出來 標準式就是 當你收集到那三個線索 當然用標準式 一下子就秒殺了 那可是咧 那如果我什麼時候用到一般式 一般式就是 你沒有收集到三個線索 但是你收集到什麼 三個點 為什麼 因為你看一下 你的一般式寫出來 你的一般式寫出來之後 基本上你的方程式 只剩下ABC 這三個係數不知道 而三個係數不知道 你只要能列出三個方程組 你就可以解三個位置數 所以需要列出三個方程組 就需要三個點 所以一般式 我們要給它一個名稱 叫做3.4 OK 這樣我們理 好所以咧 上面就是要呈現它的樣子 那我們下面再幫你做一個 最後的歸納 好 那這個歸納 很簡單 就是我們在泡物線這個單元裡面 如果未來要找泡物線方程式 總共分成三大類 三種找法 你有三種方法來找 這三種方法來 最基本的叫做定義式 第二種叫做標準式 第三種是標準式 將它展開之後 整理一下 變成S等於什麼 或Y等於什麼的 一般式 好 那什麼實際用什麼方法去找 其實我們要先講一下 就是 這兩個 需要具備標準方向 什麼樣標準方向 就是上下左右這樣的方向 那如果沒有標準方向的話 那很抱歉 我們現在目前我們的技巧 只能寫出定義式 OK 好 那 再來就是題目提供什麼條件 你就會選擇用什麼方法寫 就很像直線方程式 因為我們上次有講過 空間中直線有三種表現法對不對 有 對稱比例 對稱比例式 參數式 還有兩面式 那我說題目給你什麼線索 你應該就會寫出什麼對不對 好我們今天也是一樣 這三個寫出拋物線的方法裡面 如果題目提供的條件 是以下這些條件好 舉例 定義式的話就是要有準焦定義 如果題目只提供準線 第二個焦點 對 那你就用 定義式來呈現 OK 好 那通常準線呢 不漂亮我們就會用定義式 為什麼 因為準線如果漂亮的話 那基本上找頂點 好像不是難式啊 找焦距也不是難式 不要跌倒 好 那標準式的存在 標準式的存在的話 第一個就要先確定什麼 要有頂點 你要有頂點 所以只要有頂點的話 那你的標準式就很好寫 好 那再來第二個 你還要具備什麼 你還要具備焦距 好 那之後呢 搭配方向 如果開那個方向啊 那方向的部分的話 我們可以知道上跟右 C都是大於0 那下的話 方向 如果是下跟左的話 我們的C都是小於0 好這兩個條件 那一般式的話咧 我們是利用什麼方法 我需要 一般式的話 我們需要的條件就是怎樣 三點 好還有第二個 方向 那方向的話 我們基本上只分上下型跟左右型 當你發現你的方向是上下的話 那很簡單就是國中版的 叫做 y等於as平方加bs加c 那如果你方向是左右型的話 就寫出 s等於ay平方加by加c 好 那這個單元裡面你求 泡物線方的事 你都全部都寫出來 所以這個單元如果要為你泡物線方的事 你大概就是透過這三種方法 去分類 你就可以把它寫出來 ok這樣可以嗎 那我們後面就來寫題目了 我們今天有三節課 早上兩節下午一節 因為張子榮都在 所以我們應該不會看電影 哈哈哈哈 張子榮就在 張子榮下午要請假嗎 請假我們就看一下 把甜蜜冰茶看完 哈哈 沒有啦 好 我先講一下 那個 本來端午連假 我本來是要安排一個複習的進度 但是後來我發現 現在連進度都 都已經很趕了 所以我就 把複習的進度拉到那個暑假的那個開始 不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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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暑假我們有四個禮拜可以完成四節 那我們現在已經完成兩節 加起來只要七節 我就可以結束一右車 對你看多好 我們的講義 基本上已經 你們現在拿了一部分 就是學資 那第二本講義要訂的部分的話 是體本 體本啊 好啊體本的部分的話 就是 那個書上 他應該是端午節完之後 他就會送來 那我已經安排好進度 大概 你們老師剛剛上次也有來問我 對 因為他本來想要替你們訂 對 他一直很想要複習 對 我們已經開始複習了 你看 化學都來了 哇 難怪他現在 反正就是 進度的話 我就安排說 什麼時候該寫完哪裡 那我們檢討的部分 一樣 就是我會挑經典題來講 剩下我可能 盡可能的把學資的每一題 都把它錄到影片上上去 我順便講一下 就是 理想 對對不對 這個理想最近已經有找到 有人合作的計畫 就是 有沒有聽過軍醫平台 有 有 軍醫已經在找我合作了 對 就是合作 就是把我們錄的東西 放在軍醫平台上 對 但是 但是不是你們這一屆 是你們這些錄完的東西 要放好 給下一屆用 哦 就是這樣 哦 OK 大概是這樣 好啦 回來繼續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找方程式的方法 就這三大類 那怎麼用 請看 第一類 帆地3 帆地3 我有焦點 我有準線 太棒了 請問一下 我是不是可以用準焦定義 對 我可以帶定義式 可是這個時候 你不要笨笨的 就真的準焦哦 為什麼 準線漂不漂亮 Good Beautiful 因為不好拼 B E A U T I F B E A U B A U T I F U L Beautiful 這個沒拼錯吧 會啊 比畫還錯 比畫還錯 比畫我錯哦 我長大之後才知道 女生的女是先寫這樣子 我說先寫這個啊 我也是啊 後來人家說要先寫這樣子 好 回來 好 所以你看一下 這個準線漂亮嗎 漂亮啊 因為這個準線來記住 它叫做千直線 千直線 欸啊千直線有什麼 千直線當然好啊 因為 當你的準線是千直線的話 你的焦點在這裡 那你的開口方向就只有左右 好 那我就確定你的方向是左右型的 那這個時候 我想要直接不要走定義 我直接進入到什麼 標準式好不好 當然好 因為你有標準方向啦 好 那這個時候你既然有標準方向 可是你只有焦點沒有頂點 所以這個時候你可以借用畫圖的方法 稍微把頂點畫出來 所以 s等負3 負1負2負3 在這裡 那焦點呢是 123 所以頂點應該不難判斷 就在哪裡 就在這裡啦 因為這個就是軸啊 那頂點就出來啦 好 那他問我方向是 基本上我只要知道頂點方向 頂點呢是00 那方向呢向右 右的話 我是默默的在旁邊寫一個y平 那為什麼要寫y平 因為我知道等一下標準是 是以y為平方 s為一次向 對不對 好那c欸 c的話 我們知道長度是多少 焦點到頂點的距離 ok好 所以這個距離是3 那因為我開口向右 所以又得到 c等於正3 那標準式也好 我現在要寫好 因為我們寫出來的標準式 是我們從定義慢慢推過來 所以他有感情 可是欸 如果單純只是用定義式的話 那我告訴你 你只剩框架 你的框架已經拿好了 你是y平方 所以就選好 y減什麼平方 你是不是已經知道你的c好 所以等一下新法c 填在這裡 好後面要寫什麼 寫s減什麼 為什麼是y平s一次方 因為你這是標準式 你開口向右 左右形就是這樣子 好那我現在填東西填進去喔 所以我現在填喔 所以頂點在哪裡 0 0 所以0 0 順序寫好 你不要頂點3都點2 你還是寫3都點2喔 注意下是3 2 s座標寫s y座標寫y的地方 好那正3呢 就在這裡 放進去 正3 挖好起來 這樣寫感覺很笨啦 但是請你要記住 當你寫標準式在寫的時候 就是在寫這些框框 所以也就是說 未來你只要看到方程式 你把它整理成這些框框 你就可以把上面的這些東西 全部提出來 你有沒有看到 0 0 就在這裡 正3就拿進來 正3是正數 所以也開口向右 還是向左就確定 你是y平方 所以左右形 開口又向右 就知道 所以這樣懂了喔 所以整個方程式我寫好了 我整理一下y-0平就是y平 432就是12s好寫完 方程式漂亮 但是你在寫的過程中 你讓它寫的有點 規規矩矩矩的感覺 就是填空格填進去 好啊當你會填空格之後 那你的第二題就能解決了 為什麼 這第二題 它寫的是標準式 但是我看不到我的條件 為什麼 因為它把框架打壞了 所以我們看到y平方等於-16y 16x說錯 那你就要開始分析它好了 我要開始分析喔 因為你要找頂點焦點跟準線 那我就開始想 你是y平 所以左右 我先分析完畢 第一個左右形 好我確定你左右形之後 可是我看不到頂點 是因為 你不寫成這個樣子 那這裡呢 副4 如果你寫成這樣子的話 我就順便在提煉出 下一件事情 我在提煉出什麼 第二個東西 你的頂點 座標 座標在哪裡 0 0 好第三件事情 我知道你的焦距等於多少 副4的絕對只是4 而且我發現你的c是小於0 所以這個時候 開口左右 我就可以拉上去 告訴人家說 是開口向右 不是向左 好啊不要覺得我的動作很笨喔 因為你現在看到的都是數字 數字的話 當然你可以直覺性心算 馬上就知道你在找什麼 可是如果我未來 我寫的東西都是代號 你就要變成去討論 我的代號是什麼 數的時候 他才會開口向右 我的代號怎麼樣之後 他開口向左 所以他就變成一個討論的問題 OK 所以我現在在做 比較系統性的這樣排法 所以你看喔 一個東西 你看不到東西 那你就先把它寫成標準型 標準型 就是什麼品 等於47什麼 那你都寫好之後 你就可以提電出右邊那三個東西 那都提電好了 那都提電好了 哪裡 自寫錯了 好這個是左 這是右 右左 好回來 為什麼剛才不講 現在才講 你故意的 好 好 我們看一下 那所以這個時候我們看一下 焦點跟頂點 這個時候 你不要憑空去想 你可以把圖畫出來 因為你看到 你看到什麼 你看到開口向左 所以你就大膽的把圖畫出來 你就把它物線畫出來 那畫出來之後 基本上你要知道 你現在寫的這個是頂點 那你就要在這裡畫上頂點 那老師那接下來我要找焦點 那找焦點的話 就跟焦距有關 是 所以往左邊是 那找準線就往右邊是 什麼不開心的要講出來 不要憑太細膩了 所以往右邊是 是40 那往左邊是 是-40 好 那這個時候人家問你焦點 焦點有了 問你頂點 頂點有了 好問我準線也好 準線記住 因為你這是標準方向 所以你的準線是千指線 千指線的話 是什麼為常數 s為常數 s等於4 好寫好了 好所以 方程組 解釋成標準式 標準式提電出來之後 再把圖畫一下 再觀察一下你要的東西 全部都拿出來 好 到這邊有問題 沒有問題喔 好 那我ok的話 下面範益式給大家列習一下 試著自己用用看 因為我剛才寫的是基本款 那範益式給你用一下 那3跟4的題目很像啊 為什麼會這樣 因為我放錯了 我3要放的是上下開口 4要放的左右開口 所以反正你們會就好啦 翻譯式來列騎一下吧 我先看 我先看 6油 1個 1個 3個 1個 4個 3種 5個 9個 5個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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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